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戰勝的原意 很高興在今天這個主日 我們可以一起在這邊分享 我們可以一起在這邊聚集 我們要思考的話題 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而且是我們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就是講話 上帝給我們人類有很特別的恩賜 只有我們人類 我們才能用言語溝通 只有我們才能用言語彼此溝通 雖然其他的動物也能彼此溝通 但是只有我們人類 我們可以用言語 用文字來建立關係 彼此關心 然後互相造就 連結人跟人的關係 連結人跟上帝的關係 在舊約中 我們更看見 上帝在創造萬物的時候 他同樣說了一句話 在創世紀的一章三節說 神說要有光就有光了 所以上帝同樣用語言的大能力 來創造這個世界 可見語言的影響性是非常大的 由此我們知道 你當講出一句話的時候 會對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影響 因為上帝也是同樣用話語 來創造一個生命 根據統計 我們每天所要講的話 每天都超過 算是萬以上的字 就是幾萬字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每天所要說的話 是非常多個字 當你在影響別人的時候 就從你所說的話裡面 我們知道言語的表達何等的重要 如果當你表達正確的話 你是可以帶來正向的 但是當你表達不正確的話 你卻是可以傷害一個人的 例如願務員 他要介紹他自己的產品的時候 他要介紹他的產品 是跟別人多麼不一樣的時候 他要講話 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我們的主播也要講話 你在買票的時候 你要講話 你在跟別人溝通 你要分享的時候 你也要講話 所以 我們每天 講話已經變成 我們每天都需要做的工作 好的話語 會是祝福的出口 而且也是可以影響別人的 可以安慰 鼓勵別人 但是不好的話語 卻是惡意傷害的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每天 可能都會接觸到 一些惡意傷害的言語 但是我們知道 這對我們的身心 有很大的影響 然而一個基督徒 到底要用怎麼樣的語言方式 我們今天就要一起 藉著雅各書 我們要一起來思考 語言的能力 講到雅各書 顧名思義 他的作者 就是雅各 雅各寫雅各書的時候 他是為了提醒 當時有一些 自認為自己很有智慧 而且自認為自己很高尚的人 他為了提醒他們 同時他要勉勵那些 可能正在受試煉的基督徒 提醒他們要有信心 但是有一個重點是 不要看窮人為小 而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價值 不要欺壓窮人 此外雅各還極力說明 舌頭會帶來的印象 他當時的信徒 能夠時時刻刻都能保持精心 讓你自己說的話 都能夠是造就別人的話 而不是詛咒別人的話 到底話語的威力有多大 三姐說舌頭如同環放在馬口中 讓整隻馬都能順服他 第四姐說如同小小的舵 讓整艘船都能受他的控制 還有他能燒去整個樹林 第八姐說 沒有人是可以控制他的 所以我們知道舌頭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 但是神要我們去控制我們所說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試想 今天我們每一天在跟人家對話的時候 我們所說出來的話是能榮耀上帝的名 還是你所說的話都是罵人的 還是是抱怨的 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天就下了一道命令 他跟他所有的仆人說 今天我要你們去找一樣最好的東西 跟一樣最壞的東西 我要看見這世界上最好的跟最壞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要求他的仆人要給他最滿意的答案 所以他的仆人就四處去尋找 好十天結束之後 他們把最好的東西跟最壞的東西 都放上來 其中一個仆人放的 就是把血淋淋的舌頭放在國王的面前 他跟國王說 國王這個舌頭就是代表是最好的 也是最壞的 為什麼他是最好的 因為他能借由這個舌頭來鼓勵別人 讓別人振奮人心 而且讓他得到幫助 也能產生刻骨迷心的愛情 但是他也是最壞的 但是他也是最壞的 因為他是帶出懷疑虛偽 憎恨跟主重的東西 所以他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的 的確我們說的話可以是好話 但是我們也可以說壞話 我們所說出來的話可以影響家庭 你的朋友 還有整個國家 如果我們在適當的場合說出 可以影響別人的話 你可以叫壹顆已經灰心失望到絕底的人 讓他能重拾信心 你也可以讓一個兩個很深的仇恨的人 讓他們能夠彼此和好 你也可以讓一個正要開戰的國家成為綁交國 令世界和平 但是我們知道 當我們說錯或者是說出詛咒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可以毀掉一個人的一生 也可以讓溫暖的家庭變得破碎 你可以去破壞團體的關係 最近我有聽一門課 他說當你要跟一個人建立關係的時候 和破壞關係的時候 你想這兩者的時間 他所需要用的時間哪一個比較長 是建立關係 當你要跟一個人建立關係的時候 你可能要用十年一個月 甚至你要用好幾年的時間去陪伴他 你們可以建立很好的關係 但是當你要毀掉一段關係的時候 你只要說出幾句話 這個關係就可以徹底破壞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所說出來的話 他的影響性是非常大的 今天的經文雅各要跟我們強調的是 你口中的言語能夠表現出你的人格 我們看第一節跟第二節 他說 我的弟兄們 不要多人做師父 因為曉得 我們要受更重的審判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情上都有過師 但若有人在言語上沒有過師 他就是完全能 也能勒住 勒住自己的全身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言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 都是非常重要 你不可能都不說話 而且他會影響我們的人格 影響我們的聲譽 很少有人一天故意都不說話 也很少有人一天能夠不說錯話 所以我們知道 當你不說錯話 當你不說話的時候 其實這是很困難的 但是雅各藉由這段經文 要我們一起來思考 舌頭的力量跟制服舌頭的重要性 雅各在這裡所說的師父 就是老師的意思 也就是當時的拉比 在猶太人的社會中 老師是很受尊敬的 馬太福音23章7節就稱說 他們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 稱呼他拉比 因為他覺得這樣他很受尊重 所以當時的師父 是非常受人尊重 所以這些當時的基督徒 他們沒有真正考慮是否是神 檢選他們 或者是他們是否真正領受神的教導 或者是他們真的有尋求神的旨意 他們就決定擅自起來教導別人 不過由於他們沒有具備 教導的條件 所以他們就容易誤導別人 另外一個意義是 在當時有一種說法 如果今天猶太人的父母 跟他們的拉比 也就是他們的老師 他們的師父 同時掉到水中 那麼當時的猶太人 他們會選擇先救拉比 再救父母 所以可見當時的這個職分 在當時是很受尊重的 雖然他們很容易產生屬林上的驕傲 因為他們是被最遵從的 當然他們所講出來的話 別人也真的會當真的聽進去 所以他說越有地位的人 每一個人越有地位的人 你們要越知道自己所講出來的話 是能帶出影響性的 雅各在這邊部署 不要再有多人做師父 因為他們要面臨更重的審判 就是要提醒每一個人 要按著自己的才能 自己的恩賜 來講出合一的話 此外雅各在這邊說 如果有人在言語上沒有過失 他就是完全的人 這個完全的人不是說 你都沒有犯罪 而是當你在全身裡 能控制你的舌頭 這個小小的肢體的時候 那麼當你要控制全身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樣你就是個完全的人 因為你能知道你所講出來的話 是什麼樣的話 第二我們看第三節到第八節 他要告訴我們的是 言語是帶有極大的影響性 言語帶有極大的影響性 俗話說 星星之火可以了遠 舌頭在白體中雖是最小的 但是他能影響全身 雅各在第三章 把舌頭他所帶出來的影響性 說得最詳細 雅各用了幾個富有比喻性的 例如他說 他能控制馬的全身 他也能決定 船隻要走向哪邊的方向 而且他還能點著最大的樹林 他還充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雅各見識告訴我們 當我們口裡所說出來是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就能說出送贊的話來 但是當你決定將你的口裡所說出來的語言 你決定要交給魔鬼的話 那你所說出來的言語就是犯罪的工具 舌頭是大有影響性的 有很多人可以讓神使用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到最後沒有辦法讓神使用 因為他們在話語上沒有得到見證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神做見證 我們的嘴巴就像一個洞 你可以講出神的話語 但是當你說錯話的時候 你也可以漏掉神的能力 所以我們知道當我們願意說神的話的時候 我們就能幫助神來把這個福音傳揚出去 雅各在第三章開始 他就用了許多的例子 他就說能控制馬也能控制船舵 舌頭雖是小 但是他也能說大話 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登基等到他最高峰的時候 當他登基的時候他說了一段話 他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見為京都 要顯我的威嚴的榮耀嗎 當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上帝就懲罰他 所以尼布甲尼撒王 他把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看為是最大的 但是當他還沒有說 還沒講話的時候 上帝就懲罰他 此外 我們說出一句話 也能扭轉整個局勢 我們知道 當時拿巴拒絕送食物給大衛所拆來的人的時候 大衛他們很生氣 他們預備把拿巴的一家人全部都殺掉 但是聰明的雅比干 他在這個很困難的情況下 他找到了智慧 他馬上以禮物送給大王 讓他能止住他的怒氣 所以我們知道溫柔的舌頭 能夠折斷骨頭 而且能帶出很大的影響性 有一位在醫院當義工的牧師 他曾經分享過他的一件事情 他說有一個阿伯 他要從很遠的地方下來醫院看病 但是他在看病的過程中 因為他不懂得治 而且他又搭很遠的車下來 所以他就在那邊走來走去 不知道要看哪一顆 這個牧師看到就去幫助他 他就跟他說 阿伯我幫你掛號 掛完號之後 他就在後診室等醫生 他大概等了兩個小時之後 他就進了病房看醫生 當他看醫生完 醫生就幫他做了很詳細的檢查 也幫他做了很詳細的詢問 醫生就跟他說 阿伯其實你沒有討伯 就是跟他說他其實沒有生病 可是這個阿伯一聽到這句話 他很生氣 他就跟醫生當罵說 你這個醫生是怎麼當的 我好不容易坐了好久的車 來到這個醫院 而且我不知道怎麼掛號 我還去問了別人 然後我為了等你 我真的要在外面坐了兩個小時 這個阿伯很生氣啪啦啪啦啪啦一直罵 可是當時這個牧師走過來的時候 他就看到這個阿伯很生氣 他就跟阿伯說 阿伯這個醫生說 你沒有生病 難道你真的期待你生病 這個阿伯就不經思考的 馬上說 誰會喜歡自己生病啊 講到一半他就自己停下來了 他就說 對 我沒有生病 那我幹嘛這麼生氣 有誰期待 會是自己生病啊 所以我們知道 講造就的話不一定是明言 你也不一定是要經過很多修飾 你才能講出能夠感染人的話 而是你真的是能講出真正幫助人的話 一個人在言語上沒有過失 他就是完全的人 不過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今天所講出來的話 到底是不是幫助人的 有一個重點是 當我們要說話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思考 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 當我說出來的時候 這句話是否仁慈 是否能帶給別人安慰 我們知道 有些話是真實的 也是必須的 但是說出來不一定是能造就人 所以他可能會造成別人更跌倒 所以我們反而要更加的小心 保羅曾在以佛所說 勸勉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 他也說過 隨時隨地說造就人的好話 將聽見的人得益處 我相信我們所說的話 都是我們必須要努力去思考 有些困難也是我們要去克服的 但是我們要講的話的時候 我們要想說這句話是否仁慈 也是否能夠造就別人 曾經有一位富豪 他聘請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廚師 這個廚師最拿手的菜就是烤鴨 所以他就很期待 每次他每天都很期待 這個廚師可以烤出來 讓他覺得這烤鴨 讓他覺得吃得很開心 但是每次這個廚師烤出來 都只有一隻鴨腿 所以他就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他每天都只送一根鴨腿出來 雖然都整隻鴨都在 但是都只有一隻鴨腿 所以這個富豪就覺得奇怪 鴨明明就有兩條腿 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了 因為他很想辭職 可是他又烤得很好 所以他忍不住 他就去跟那個廚師說 他想去跟他聊聊天 他到廚師面前就跟他說 你烤的鴨真的是好吃的沒話說 但是我心裡總有個疑問 為什麼你每次烤出來都只有一隻鴨腿 當時這個廚師就跟他說 你看遠方的鴨子 他們就只有一隻腿啊 因為鴨子正在睡覺 所以他就只有一隻腿 所以這個富豪就很生氣 因為他覺得廚師在 就是在欺慌他 他就很生氣 一直拍手一直拍手 所以鴨子就很生氣 就嚇到了 鴨子就露出了第二條腿 他就轉頭過去跟廚師說 你看 可是廚師他完全沒有第二句話 他說 親愛的老闆 你這樣就對了 以後呢 如果你多多拍手 當我送上烤鴨的時候 你一直拍手鼓勵我的時候 那麼我相信你的第二條腿 就會一起送上去 所以我們知道 多鼓勵別人的時候 是可以造就別人的 我們要去思考 當我們今天所說出來的話 我們知道是不是能鼓勵別人 如果我們發現別人的優點 我們就應該好好地欣賞他 多多鼓勵他 親愛的弟兄姊妹 雅克在第三章 就用了十一節 十二節的經文 來告訴我們 我們所說出來的話語 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我們要時常注意 我們所說的話 是不是真的能夠造就別人 當你一句話說對了 就如同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真言也有許多提醒我們 要將緊剩我們的舌頭 例如他說 一人的嘴能使能喜悅 二人的口說乖妙地掛 真言有許多一直提醒我們 我們要用言語來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知道神是非常看重 我們口裡所說出來的話 運用話語造就人 是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學習的 或許有點困難 但是期待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領受從神來的恩賜 每一個人都可以用言語 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們一起同心禱告 神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賜給我們有言語表達的能力 讓我們能夠藉著言語的溝通 一同互相造就 彼此分享 絕書我們知道 舌頭在白皮中 雖是小小的肢體 但是卻能影響世界 影響生命 絕書今天我們知道言語的重要性 願你大大的來使用我們 讓我們能夠成為神榮耀的出口 讓我們能用言語彼此造就 讓我們在你的恩賜中 成為別人的祝福 願你的言語 常常充滿在我們 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口中 讓失望的看見盼望 讓無助的得到神的大能 願你來使用我們 讓我們一生與主同心 我們這樣禱告 都是奉耶穌基督聖名 Amen